最后这段的新闻是关于我自己的本人 话说情长,一直不断写几万字来骂我,其实我都没有回应 为什么要回应呢?他提到2020年7月5日 《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在他专栏里写 他说:"我有一位网红好友夫妇,最近被陈半中介绍去见一位仁兄 这位仁兄狮子头,曾经打扮成为民主义士,其实一直为中共做事 这次国安犯推出,当上中共打手,闭门恐吓了个友人夫妇七小时 最后看到我友人无动于冲,就恐吓他老婆 以为他是弱者,他说会用黑社会的烂仔对付他们 想问他们撞死,还是凶口被插衫刀杀死 这些烂仔恐吓方式简直匪夷所思 在极权指使下手段有多康庄,专制馀染下的心态有多流民 其他人遭遇到恐吓,我想而知 又怎能怪这些人马上找路走呢? 这个就是黎智英在2020年7月5日《苹果日报》的文章 程翔说这个指控非同小可 于是他就说很多人纷纷向陈冠中查询 而陈冠中就说当时不是他去拉线的 饭局是我主动约狮子头,然后才通知他去 然后网红夫妇就自行上了狮子头家吃饭 那晚他就迟到两个小时,在饭局后期才加入 陈冠中就说黎智英指控狮子头非常严重 不应该信口开河 陈冠中就否认有这件事 但其实他迟到了两个小时 那程翔就说了 请问刘世良,你敢否认这对网红夫妇就是你和尊夫人吗? 你敢否认这是你向黎智英虚报被岑建勋恐吓吗? 你为什么刘世良连岑建勋恐吓他七小时的黎天大方都敢做? 他认为我说谎 那么他向一群仗义执言的评论人扣红帽子又有什么稀奇? 其实这个评论人就是他自己本人,程翔本人 但我没有扣他红帽子,我再说我对程翔的质疑是什么 他有这样做无非两个可能 第一,他患了受迫害妄想症 第二,他自视过高认为自己是中共威胁大 值得中共出手消灭他 医学上叫做,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他说我属于精神病 奉劝刘世良好好注意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 这个就是程翔对我的攻击 已经不是陈翔事件了 陈翔事件他又长篇大论 几个月之后又再拉出来说 我不再跟他在这个问题里面讨论了 陈翔恐吓我这个事,我也公开说了 勒索不是恐吓,勒索 好了,程翔说这件事,为什么我要正式回应呢? 首先,黎智英所说的是我和太太 而不是我向黎智英方暴,有人证的 其实,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 第二天,我看到何俊仁 其实是和何俊仁说的 何俊仁知道之后,立即通知李柱明 那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中间人有何俊仁有李柱明 而不是我直接告诉黎智英 第一,第二,这个饭局在陈建勋家里进行 陈冠宗就迟到两个小时 那狮子头就是陈建勋了 陈建勋所说的东西 包括他过去,如何去对付其他人 我不再从事,因为牵涉到其他人的私隐 在这里说出来,我觉得对陈建勋也不公平 但是当时我们感受到他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有威胁的成份在里面 至于陈建勋是否为中共做事呢?我不清楚 我只是知道他是于品海的公司下面 帮他在内地搞远线的生意 我所知,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而他是黄雀行动的 曾几何时是六四 黄雀行动的 你问如果用黄蓝去分 他就是深黄,狮子头 但是之后呢 他应该就可以回大陆了 曾经在1997之后移居加拿大 然后接着 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了 就回大陆,可以重商 黄雀行动的参与者可以回大陆重商 那究竟当中发生了什么原因呢? 何俊仁有跟我说过 但我亦都再说一次 牵涉到其他人私隐的事情 不必再牵扯下去这些 不相关的事件里面的讨论 令到整个香港的时事评论界 变成一个涨降 但是既然 呈祥指控我是精神病 以及避害妄想症 我就再说回这件事 不要告诉我清者自清 我是有必要去说这件事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对抗永孙 人身安全的一个威胁 当日他所说的 他是当面问抗永孙 你想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他喝大了还是什么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说这些说话的动机 但是我只可以就是说 当我去跟其他人提及 亦都是没有其他人的 我就是向何俊仁提及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跟李柱明说 李柱明说 这是刑事恐吓来的 除非他误导我 或者我叫做方暴 但是也是黎智英 李柱明已经在监狱里面 何俊仁也在狱中 很多事情 你说是不是再去 好像案件揭发 那样去逐点逐点去求证呢 是不是 那 情长之所以 为什么又再扑出来 去对我进行铺天盖地的攻击 为什么也要有偽造的污蔑 偽造扮抗永孙去骂傑斯 这些东西同一时间出现呢 究竟是不是一个 Orgustra的行动呢 我相信大家自己有判断 不用我说的 真的 不要当观众是傻的 我告诉你 你以为自己 你在民主派里面 你这些老屎屁 就可以有这种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去蒙陷我 其实他自己写的 因为医学上叫做什么 叫做自戀精神病 我理解一下 另外一个叫做 避害妄想症 但是我想说 当日在七个小时里面 我们感受到 岑建勋的语言上的恐吓 这是事实 也不是我自己亲自 所谓方暴 向黎智英方暴 误导黎智英等等 他不敢骂黎智英 为什么 因为黎智英在狱中 于是 实际上 中共有没有找岑建勋去做威吓 我不知道 有待情长去查明 如果他一口咬定 岑建勋是没有做过 我想问 他有没有问过 岑建勋和陈冠宗 当日 我说过些什么 陈冠宗迟到两个小时 他知不知道 岑建勋在之前那两个小时 说什么 是吧 好了 为什么情长会信岑建勋呢 这是关键 大家不用我找 你们自己找岑建勋 近年是做什么 甚至 甚至 有很多我所知道的 他帮 某些政权做的事 我不再说了 已经是 去到这一点我停 真的 我担心我自己人身安全 真的 我在温哥华 其实 只不过是 希望可以在一个 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 可以 去发表自己对香港时事的评论 去对中共的形式 可以提升大家 你看回星期日 我所说的最后一集 中共党史 香港篇 自由 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在互联网上 大家都希望可以自由自在 看自己喜欢看的东西 不会因为看过什么 日后会担惊受怕 甚至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有大阿哥监视着你 那样 用NordVPN 就可以隐藏了大家的 浏览记录 自由自在 自由行 申请NordVPN 手续很简单 还有 现在有折扣优惠 和 30日退款保证 申请方法 就是在下面的简介区里面 有NordVPN的独家连结 按进去 然后打入 优惠码 姓寨 SINGJAI 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 用NordVPN 自由 在我手 我所有的政见立场是开成报公 我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 涉而不舍地来搞呢 有几种解释 我觉得 一 整个舆论空间 香港已经萎缩 靠这些吃饭的人 观众越来越少 于是大家就互割韭菜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 拿我刘世良城寨的名字 就有刘亮了 于是真真假假 看到假新闻都撲出来 就立即做了 做大去了 升几千view 几万view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拿城寨和刘世良的名字 这是我理解的 其实也 但是我认识的样子 不可以太可恶 我觉得 如果吃相太矮的话 你以为观众看不到吗 其实观众是会看得出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我要回应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担心我自己 在加拿大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一定要公开讲清楚 当日我的而且确是感受到有威胁 除非城墙是知道 中共是没有找岑建勳恐吓我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 是不是 一个正常的推理 他一口咬定 是我誤道黎智英 我就说 我根本不是第一时间 我不是跟黎智英说的 其实 其他人 我说出来 是何俊仁和李柱明 是不是 陈建勳当日也清楚向我提到 我和康永孙在场 在7月21日之后那个礼拜 入元朗游行 记不记得城寨人 我约了范国威和陶军行 为什么我没有去到 陈建勳当日亲口告诉我 有刀手准备摘击我 是他当日 是说他叫停的 我没有公开说过的 所以我说 今次的城墙这样做 我觉得已经过了底线了 所以我一定要公开回应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已经不是关于 陈翘事件 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 而是我家人 和我自己本人 在温哥华的人生安全的问题 先找假新闻去搞 搞臭你的名字之后 再找城墙这些人出手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 陈建勳没有恐吓我呢 我想问 他从何得知呢 这件事 莫非又是通过他 和中共的中间人 而知道中共没有恐吓 他说我自己自大 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了 你什么人 要不要恐吓你 刚才我所说 是陈建勳亲口跟我说 七二一之后 那个礼拜六 大家记不记得 光复元朗游行 是有刀手下来准备对付我 当时陈建勳亲口跟我说 我不知道他是恐吓我 作大一定是什么 但是我相信 以他和中共的关系 他所说的内容 我当然是相信他 我怎样会不相信他 而他所说的话 我的份量当然摆得重 和街边一个人 一旦一个人 等于那些恋人 走来说你死全家 我当然不会理他 那些 但是这些说话 如果出自狮子头的口 我觉得就有一定的份量 在里面 如果是我误会的话 这个也是 我觉得 是有一个理由在背后的 如果陈建勳认为我误会了他 就是因为他当日这么长的时间 反反复复在里面说这些说话 是不停地在里面说的时候 我就会想 其实他的目的出发点是什么 就是叫我走 其实是 究竟他是因为爱惜我 叫我走 还是用一种恐吓的手法 叫我们两个人要离开香港 我真的分辨不到 于是我就会问我相信的人 将这件事告诉他们 然后叫他们帮我们去分析 究竟当晚他这样做 其实是什么事 因为我不确定 其实是 所以不存在说一口咬定 或者向黎智英方暴 狮子头恐吓这件事 程翔 你搞错了 真的 也露了底了 真的 为什么你一口咬定 中共没有通过陈建勳恐吓我呢 秦刚告诉你 所以我就说 记住 有些事情 当你要向智人于死地的时候 就是会露出自己的破绽 程翔为什么会咬住我呢 我觉得很简单 首先 就是在这个消失的档案 这个平台里面 过去利用消失的档案 罗恩惠程翔 其实是消失的档案背后的合作伙伴 就是利用这个曾经所谓声称揭发六七步 和真相的一个纪录片 所赚到的民望 来去攻击我 为什么不是来自陈翔的女儿的社交媒体 或者罗恩惠 或者程翔个人的社交媒体 而是利用消失的档案这个平台呢 是不是因为她有支持者 于是就把陈翔事件 作为对我的一个攻击 人格谋杀的一个工具 我从来很少去攻击这个消失的档案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都支持过她 她那时候买票是不赚钱的嘛 入了去五百元 入了去就五百元了 大家看到我当天我站起来发言 她在这个 我忘记了是在哪个组织 小龙群益会还是什么 一个公开播放活动里面 我觉得应该将这个六七暴动的真相揭露出来 好了 但是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于是我就再重新看回 这个消失的档案是一个什么的平台呢 于是我就发现 原来当初 消失的档案开始的时候的资金是来自中共的 叶国华 就是我在星期日的节目里面 所讲的这个香港地下党 梁武贤大姐所指称的 香港地下党的中共党员叶国华 另外一位就是六七暴动的少年犯 也都之后做China Trade 赚到钱成为这个大富豪的石中英先生 原来消失的档案最初拍摄的funding是来自 左派甚至是共产党的资金 除非你说叶国华个人 我不知道真的 究竟是共产党通过叶国华给她 还是叶国华自己私人给她 至于这些钱之后 怎样 有没有还 怎样还 隔了多久还 还给谁呢 就让他们自己解释 我只是提出 我读出 大家都听我节目都知道 我只是读出亚洲洲罕 不像说程翔是精神病 我从来没有说过中共地下党员程翔 这句话我没有说过 我只是说第二件事就是程翔 我们说到很多国水派的人 我简要地握要地解释给大家 全部是有根有据的 因为在梁慕贤的回忆录里面有提到 当时六七暴动里面的斗委会的成员 其实是来自黄隐书院斗委会 是后来变了1973年的国水派的学运组织里面的学生 入了大学 而程翔就是1973年国水派的人 全部是公开资料来的 我没有一句话 是heer say 谁谁谁说 谁谁谁说 我亦都说了资料的来源 清清楚楚跟大家交代 如果你找到其他资料 去否证我的说法 那我会愿意改正我的结果 的言论 程翔如果说我不是 不过都要拿出证据来报 你说我不是当时国水派的学生 但是当时还有很多国水派的学生 和社会派的学生 足以证明程翔 当时是大学里面的左仔 萧生也说过 但是当时的左仔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 这个不是抹红 或者识这些所谓的评论员 他说我去识这些扣红帽子 程翔在文汇报的副总编辑 这个叫扣红帽子吗 是吗 他不能够否认 在89年六四之前 他是左派重点培育的人物 中共培育的人物 如果不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 怎么可能是国水派出来 在文汇报做到最高层的副总编辑呢 是不是 问问曾德成 其实我都知道 究竟是否党员我不知道 我没有说过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这个问题 但是一个去到那个位置的人 我们只是铺范令 我介绍 我告诉大家 用一种铺范令的方法 去推论 不是扣红帽子 有些人攻击我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是共产党的人 他们一样是站在批评共产党的阵线的嘛 但是我就说 如果跟这个过去的经历 由斗委会 1967之后 仍然是信任共产党 支持四人帮的人 是什么人呢 然后跟着在文汇报做到高层 好了 六四之后跟李子 还离开文汇报 因为当时许家团 整个派系倒下 于是这班人离开了文汇报之后 许家团出走了去美国 但是一直都没有公开 整个地下党的活动 到他死了 而程翔就转了去其他媒体工作 最终爆发了这个 洩露国家机密案件 而当时我 复述的是李懿 当年的李懿 在台湾媒体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李懿因为爱国而被害 是介入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我不知道 我只是复述 因为我没有参与其中 我只是提出李懿的看法 李懿也是一个大家信任的 一个对中共认识的 对程翔认识的人 另外是什么呢 就是她太太 在刘敏仪写的公开信 因为这个公开信的新闻 在台湾的中央社 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 都有广泛报道 于是我就说 有很多人离开了中共系统之后 仍然为中共办事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也不是什么的抹黑 我觉得 写报告 刘敏仪说 情长是为国家 有很大的贡献 在胡锦涛年代 六四之后 已经是很多年了 而她的上线陆建华 现在应该还在坐监狱 在这个 和薄熙来 一起囚禁 在这个 一个高度设防的监狱 特别犯人 是她上线陆建华 判刑20年 是没有假释 什么都没有监狱 什么都没有 应该还在坐监狱 我不知道 我看到最后的资料 是2017年 她太太说 陆建华已经身体很差了 希望共产党开恩 早点放她出来 是的 而当时她太太 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里面提到 情长在两岸问题 和香港问题里面 是整理了民主派的意见 通过陆建华交给胡锦涛 促成胡锦涛 决定撤换特首 是她太太写的 于是我就说 很多人离开了左派机构之后 实际上 他们仍然是用另外一些角色 去帮共产党办事 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推论呢 我想问 大家只要看回 上网找得到的这些新闻 我都在网上 因为我记得 于是我上网找出来 其实 我没有说过 这些叫做什么精神病 什么自视过高 避害妄想症 什么都没有 我亦都当日为情长释放奔走过 我在政府做过的时候 是的 我亦都没有后悔到 当日会为她 争取她释放 但是想不到我就说 那么多年之后 在陈翘事件里面 第一次反面不认人 那种的转变 是令我十分之诧异 我不是不认识她的 罗欣慧我也认识她的 大家看到她的面子也有大招呼 一早已经坐定我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比共产党更恶 比共产党 批斗我的力度更大 比共产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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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为什么整个批斗运动 完全不成比例呢 完全不成比例 是不是背后有人 大家自己决定 特别是这一次 由偽造抗荣孙的截图开始 又再来 所以我叫大家坐定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经过上一次 大家已经打了疫苗了 全部卖位了 徐少华 其实已经是 不是全部 都是红色评论员 我说 中共统一战线是有几种的 有一种是什么 你99%罵共产党也可以 但是只要1%里面 你帮共产党就可以了 你平时可以继续罵共产党 这个就是统一战线的 灵活运用的方式 大家听回上一集 于是你会看到有些人 没理由的 他们都是反共的 是不是 但是我就说 这次烧到他 我受到安全恐吓这件事 我不是生气 我觉得 我是觉得恐惧 我是真正感到恐惧 如果只要有人 我再向大家求救 或者去 说出我在加拿大受到威胁 那是不是大家 就会接受情长的说法 这个人被害妄想症的 你以为是谁啊 这么自大 于是就不会再有人帮我 我告诉你 所以我一定要出来公开回应 情长这个指控 他之前那些长篇 大论几万字 我一个字都没有回应 我也要告诉大家 情长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 消失的党案 为什么一个揭露 六七暴动真相纪录片的钱 是来自共产党 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呢 如果有人说他还了钱 什么时候还呢 还给谁呢 当初被访问的人 由屈永然介绍的 这些被访者 其实是不是陈翘一样 是最终被他们出卖的 访问完之后 拿了他们的生病 拿了他们的片 然后再改写个剧本 过了共产党一动之后 是不是要还的呢 我相信这些我没有答案 其实 正如他不断攻击我一样 希望陈翘本人出来清楚解释这些东西 我觉得 我真的没有妄想症 以上的资料党案 我告诉大家 是基于哪些分析 是基于哪些 传媒党案里面 很多已经消失了 究竟 他是 什么原因 来去这样 如果你说 你相信陈翘的 为人 那为什么 你一出来 你连问 到现在其实 罗恩惠程祥都没有问过我 一句任何 关于陈翘的事 大家认识的 其实是 正如杰斯一样 是吧 大家认识的 我们在六四集会 很多那些 在中领馆门口的集会 大家都看到面 其实我们是有谈有讲的 其实我们是 如果你看到这些 这样的言论 作为朋友 其实你应该问一句 喂 是不是你们 如果不是你小心点 有些这样的言论 在流传中 这样的 于是由这些 偽造的抗荣孙言论 开始 我已经看到 又会再来的了 大家坐定定 真的 我不想再长篇大论 我只是讲出 我没有精神病 也都没有避害妄想症 大家在看 城寨新闻的朋友 或者在看 刚刚过去 中共党史香港篇 你看回这五集 五集的 最后一集 你看回了 从曾超方案开始讲起 如果我有资料引述错误 或者所谓 好像他所说 把一些时事评论员 扣红帽子 为什么你不认是你本人呢 其实 当日你太太写的求情信 是真还是假的 如果这个是假新闻 我认错 对不起 城墙 这个是假新闻 我认述错 我不会折折搏算数的 AI做的 我不会这样说的 其实 是我错 如果当日 你是国水派学生 你不是 是麦海华何俊仁认错你 对 我认错 你不是至少是这个中共栽培的人 我认错 没所谓的 做时事评论员 是不是 日日评论新闻 很多时候 有时候 一些年代久远的消息 即非城市 是不出奇的 我觉得 绝对不出奇 我愿意 向这些 引述错误 对城墙的事件 包括他当年被捕的事件 所传出来的资料 引述错误的 我愿意诚心向城墙道歉 不过同时 如果你说你不是被染红的人 你不是红底的人 麻烦你拿出证据来 证明你不是 亦都你说出 为什么消失的档案 会拿叶国华钱 去制作这套 所谓六七暴动的纪录片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这点我不肯定 是情长介绍 罗恩惠给叶国华认的 那你说叶国华老朋友 问他拿钱就可以了 可以 你这样说就可以了 你肯承认就可以了 至于 之间的关系 其他的 来龙去脈是怎样的呢 我相信公众 自有分晓 我现在关心的是 我太太的人身安全 和我本人的人身安全 我觉得当日 岑建勋对我的恐吓 我到今天都相信是真的 不是喝醉酒 不是喝大了 是借这些环境 去传达一个讯息 你先走了 所以我现在在温哥华的人身安全 也都同样会受到威胁 因为选举来了 提早大选了 这场冲着赵锦荣而来的批斗 也都会出现的了 已经是预计当中的了 所以我说大家记住 要么 世事给我的汗头了 带大家去旅行 收你一万多元 带你去日本玩 这些 大家愿意上吊的 我不会说 这些当然人家 找吃的方法 喝喝吃吃 那我就可以和邝阿利亚去游泳 有什么所谓 又不会被人骂 又不会被人把这些 2017年的事 拿出来 对行进行 人格谋杀 那最好呢 是不是呢 如果是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城寨 由2019年到现在 其实没有停过 对我所有的人身攻击 对抗泳村的人身攻击 从来都没有停过 在2017年当时 无论在运动期间 在运动之后 都没有停过 只不过攻击面转移了 那你说是否会影响情绪呢 当然有影响 不会像电脑机械人那样 但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认清楚自己的定位 清楚知道自己的初心 为什么要做城寨 怎样走到今天 有些人会因为这些事件 觉得很烦 这帮这样的黄圈里面 一个帐缸 于是大家会整体流失观众 这个就是 发动批斗的人的目的 一起流失观众 最好 没人看没人听 最好 是不是 但是我就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无论多多少少也好 过一百 过五十万人听过 我曾经有 在2019年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个数字来的 我仍然有话要说的时候 即使有多少人听都好 我仍然是那个 刘世良 在前面十年来 大家有没有看过我 立场改变 有没有看过我 去做一些出卖大家的事 所谓卖港卖港 我何来可以卖到 这些人用 我想对习近平的批评都没有那么厉害 对李家超的批评都没有那么厉害 对我的攻击 什么三毛 无耻无良 等等 用这种文革式的语言 去攻击一个所谓的同路人 是为了一个这样的 陈翘这本书的糾纷 是找出来 然后集中火力地攻击 是意图将他打死 人格 社会性死亡 其实目的就是要他 令到没有人看他的频道 没有人再听他说话 社会性死亡就是这个意思 你在网络上玩完了 你不敢出街 不敢见人 甚至不敢去支持人参选 我告诉你我这些是不会受影响的 我再说 我支持赵錦榮参选 我亦都支持在省选里面的陈汉生 在列治民中选区出选 我打正旗号 叫大家不要投身民主党 姚永安之流继续攻击我 他是关慧晶的国会助理 关慧晶议员是否为姚永安 以助理的言论承担责任呢 如果是选举来的话 你记住 你要背着姚永安的言论 至于那些泥质粉那些 我觉得不应该去到人身攻击他的外观 精神状态 我只是说出他过去 层压式推销神仙水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周刊的封面故事 神仙水是什么 是向那些穷人埋手做层压式推销 是不是价格呢 大家自己想清楚 如果你觉得 向穷人做层压式推销是没问题的 你就听泥质粉 你就听D100都没所谓的 我觉得 这么多YouTuber 大家这么少时间 对不对 大家最紧要懂得选择 我觉得 好像梁家杰所说 有得选择才是老板 最终你信程祥还是信我 哪一个人所说的 是接近这个 你认为的事实 大家自己 无需要说太多 大家自己心中有数 今集 我们城寨新闻的时间 就到此为止了 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佔用了大家 小小的时间 说这宗新闻 我再说一次 这个不是事愿 这个是对我的人身安全的威胁 如果日后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如果有人认为我 因为妄想被害症去报警 是没用的 这个就是这些言论达成的效果 今集时间差不多 明天 夺命吵鬚 再跟大家见面 很多人问 阿昌昌 为什么没有了昌昌 我觉得 其实 有些节目里面 我觉得 与其勉强大家 就是我不想影响到他 因为 当日他离开的时候 也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的 就是我知道 如果 你看到 现在又再来 又再受压的话 那便会变成 又会 影响到自己的朋友 我觉得真的不好 所以我宁愿自己 一力承担 自己做了一个节目去 那大家都看到的 其实 我都是自己做好的节目去 不会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个人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做节目 有另外一种形式 可能各有所好 但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由我自己 一个人做节目的方式 我将它分为两段半个钟头的片 希望中间有个休息 等等 这些方法 我觉得我辛苦一点 不要紧 最重要是什么 节目的内容 的质素 是能够有所增加 因为我 大家不要批评阿昌 我觉得 我 我 肯请大家不要批评他 为什麽呢 因为每一个人承受的能力 是不同的 真的 他的处境亦都不同 在香港的朋友 是很艰难 我知道 在香港的朋友 仍然愿意跟城寨 刘世良做节目 也都是不容易的 真的 这个不是说 大家好像想到 哎 为什麽朋友都不支持 因为他们身处香港 你想想如果 警队做了一些事情 邓炳强说了一些话 他们 可不可以这样去 好像我 毫无顾忌 那样去批评呢 或者中共一些的政策 对港政策 或者蔡若莲的一些政策 是吗 朋友 知道是什麽 你要站在对方 切身处地 站在他的角度去想 是吗 如果是因为这样 现在又再来的 我就说 这个批斗 因为加拿大大选来了 这个批斗又再来的时候 那作为朋友 他要承受一些压力 可能他承受不了 或者他 自己又受到自己观众的压力 那麽我觉得 那麽我觉得 其实 停了 他做这个节目主持 未必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 大家的Friendship 还在 将来有机会 我不知道多久 可能一年半载之后 大家又再重遇 然后可以轻松说回当日的事 我觉得 不太好 你给我们有这个空间 我觉得 亦都给阿昌有这个空间 这个是我对大家的一个请求 今集时间差不多 希望大家继续 支持城寨的频道 包括什麽呢 就是 除了 comment like share 因为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就是在这个 SEO里面 在SEO里面 就是会有一个演算法的 那冯熙乾又出动了 冯熙乾就是这个 陈允文后面的人了 陈允文就是当日 打响第一枪的人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整个班底又再埋位了 其实 但是 我觉得 今次 是不是真的可以造成 一个这麽大的 以为可以又再来一次呢 我相信 决定权不是在我那裏 我会如常做节目 决定权在你那裏 但是今次我就不会 不回应的了 对于一些影响到我人身安全的 我一定会回应 还要正面回应 多谢大家支持 明天再见 拜拜